大家好,我是香港女賽車手楊嘉儀 今天我不是在賽車場上 而是幫大家來到K-Beauty介紹油純服務 我身邊這位是來自韓國的Jessica老師 你好 我是香港K-Beauty的反應課程教師 Jesica Kim 歡迎 其實我自己在K-Beauty問了眉和眼線 我現在也想問問唇 我想問問唇的過程是怎樣的呢? 嘴唇的過程是怎樣的呢? 我想問問唇的時候 腫痛會維持多久呢? 嘴唇的過程是有一點熱的感覺 個人車手機是有一點熱的 但3-6時間後 腫痛或噴的病毒都會掉下來 聽完老師這樣說 其實我也放心了很多 我想問唇後 有什麼情況呢? 嘴唇的過程是怎樣的呢? 嘴唇的過程是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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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所以在吃醬汁時 你需要用到煙油 然後用到煙油 最初日 你需要用到熱飲料或的甜粉 也需要用到甜飲料 一小時後 我們要用到補充製的 凍衍製的凍衍製 然後我們要用到補充製的 你的過程是怎樣 可能在聞唇之前也有點害怕 但Samantha師傅講解得很詳細 而且她的手勢很好 令過程舒服得差 睡著了腳 但現在做完的感覺 覺得唇有一點異異 也不覺得有很腫脹的感覺 希望過了星期 掉了顏色後 唇色會自然一點 聽完Esther的分享 你們很想馬上來嘗試嗎? 如果有興趣的朋友 就馬上來找KBeauty吧